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床上发现了我老婆的fecal matter fecal这个字 fesis 是大便的比较好听的说法 托福里面 雅思里面甚至可能出现defecate这个字 就是托福大便 为什么会出现这字 我因为有时候会有那种生物学的题目 阅读题或听立题都有可能 对啊 这个动物通常在干嘛干嘛之后 会排泄或什么这些的 他们需要用到大便这个词的时候 就不会讲shit 他们就会讲defecate 所以fesis 名词 fecal 形容词 所以蒋尼代表就会说 我在床上发现了fecal matter 然后他又继续说 那他讲到大便那个动词 像我们刚刚讲take a shit 不行 take a dumb 不行 你不会说take a pieces 那也不对 没有什么take a pieces 这种东西 那没有这个听起来像把大便拿在手上 不行 所以他讲了半天就 这个我老婆的这个fecal fecal delivery 所以他老婆deliver了fecal matter 在他的床上 这个在就是大家笑死了 整个真的是整个网路都翻掉 所以他把大便这个词 用这么有趣的方式 换个方式说说看 好 但我们这篇报道里没有这个 所以这是我另外补充 我听到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 就是外国的演艺圈 或者这个喜剧圈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怎么回应他 所以就讲到了这个 尤其大便这件事情 他们被一直笑 回来这里 他标题说 Johnny Depp and Amber Heard 所以他老婆的名字是 这个词很有趣 H E A R D 就是Here的过去式 所以Amber Heard 的这个defamation trial 所以光这里这个我们就要先看一下了 defame这个字 fame这个字是名声 famous你应该知道就有名的 infamous是他的反译就是 有坏名称的 坏名声的 所以名声不好的 infamous 所以fame famous infamous 几个不同这个变化这样子 那什么是defame 就是我们讲的诽谤 OK 那你知道第一开头就通常是反译 对不对 所以defamation 他的发音是defamation 动词是defame 那他的或者形容词defamatory defamatory statement 就是诽谤的言论这样子 但我们要多介绍两个字 这两个字也没有再出现文章里 可是这两个就是我们补充一下 我们又有lible跟slander这两个字 也中文就粗略了翻译成诽谤 那他的分别 其实你一看就知道非常简单 lible是写出来的written的 或者甚至有出版的 所以要是你说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写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写了一个什么 因为我们等下会看到一个词 就是op-ed 但没关系 我们先介绍一下 总之就是 你假设你是个评论专栏作家伙之类的 你在你的专栏理说 威尔史密斯是个大混蛋 他竟然用暴力去打 Chris Rocks 类的 总之你用一些不当的言词 去形容他的话 结果他就告你诽谤 所以那就是lible 因为那是写出来的 但如果口头上的 我们就叫他slander 这样可以了 我相信你就懂了 但总之他们都属于defamation 所以defamation下面就分两支 一个就是lible 一个是slander That's it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看他一下内容 所以他的defamation trial 就是开庭法庭的意思 他给了一下你的summary跟timeline so although their marriage lasted a matter of months Johnny Depp and Amber Heard's relationship spanned more than a decade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 虽然但是的句子 虽然他们的婚姻 只撑了几个月而已 so a matter of of什么就是 什么翻译啊 你知道我们刚才讲过 fecal matter so matter就是 东西玩意儿之类的 所以我跟你讲说 这件事情是一个 见仁见智的问题 so this is a matter of opinion a matter of opinion 可以翻译成见仁见智 所以a matter of 今天讲的是 我们扯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有关于 国安的问题 so this i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ok 所以a matter of 还可以有什么 excuse me 例如说 这是一个牵扯到 我自身利益的一个事情 so this is a matter of my self-interest this is a matter of 再换一个 时间问题 所以他会不会出轨 我认识他 他是一个完全不能够 就是专心投入于一个人的人 他迟早会出轨 so it's going to be a matter of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he cheated on you so a matter of time so a matter of time 所以好 所以这个matter大概就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译 问题吗 事情吗 玩意儿吗 大概都翻得过去 所以a matter of opinion 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这是国安的问题 你看matter甚至翻译成问题 a matter of time 时间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question 不是problem 是matter ok matter可以 所以他们的婚姻值 撑了几个月 所以their marriage lasted a matter of months 但是Johnny Depp 跟他的这个 Amber Hertz的这个关系 却横跨了好几 超过了more than a decade 就是超过了十年 所以span这个字就是横跨 横跨一个长度 往往讲是时间 往往是 可是也不是一定就是了 这个字我真的记得 我在上个礼拜的那个高阶智慧 课还有讲到过 像我们讲说人 这个寿命长度 叫做lifespan 当然寿命长度 还有一个词 叫做life expectancy 也是很常看到的 那span的话 再多讲一个 像例如说 我们说球运动员 他的那个臂展 就是你把手这样打开 然后从右边的中 从一边的中指量 可以讲到另外一边的中指的 整个的一个横跨的长度 我们称那个东西叫wingspan 很有趣 因为好像是翅膀一样 所以一个鸟的wingspan 可是也可以用在人身上 所以这个比较armspan 我们叫它wingspan 好 听懂就好 那我们往下看 所以 the defamation case brought by actor Johnny Depp against his ex-wife Amber Heard is ongoing and will likely take weeks to conclude 所以这个defamation case 而且这个是Johnny Depp告他 所以不是老婆告Johnny Depp 是Johnny Depp告老婆 所以brought by Johnny Depp against他的老婆 前妻来应该讲 我一直讲老婆 都是前 ex-wife Ember Heard ungoing就是正在发生中 大概 很有可能 我likely 花好几周来做结论 take weeks to conclude but what preceded the case 但这个case 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precede 这个字就是走在前面 更早前发生的 所以什么东西 在更早前发生的呢 所以 Depp and Heard's relationship began more than a decade ago 他们的关系 超过十年前就开始了 and eventually devolved into w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a toxic relationship 文法有点难讲 我们就不讲了 总之eventually 他们的婚姻就慢慢发展成了一个 我们所看起来 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婚姻 so w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a toxic relationship marriage 所以这里甚至还有一个to have been的一个 不定词的一个完成式的用法 总之他所表达的是过去式 好 这里我们不说了 因为这文法蛮麻烦的 而且他们在 然后接下来在16年 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所以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动词 这就是split 他不是divorce吗 split也可以 so the couple split in 2016 but have continued to battle in court over an op-ed herd road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in 2018 the Washington Post 这里再看一下 但他们两个2016分手 但是啊 已经一直持续着 所以这边采用 现在完成式 they have continued to battle in court 就是在法庭中打 这样子 那为了什么打 所以over什么什么 就是为了什么而打 这样子 over一个op-ed 那这个op-ed 是老婆写的 前妻写的 Dad heard the road 写给了这个Washington Post 在2018年2年后 那什么是op-ed 我们刚刚说 好 所以op-ed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讲这个有的人真的不懂 我讲的是年轻一点的观众 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翻开报纸来看报纸了 也不要讲你了 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也很久没翻过报纸了 因为报纸就是已经渐渐视为了 好 但总之以前的报纸还是纸张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个页 那一页上面就是我们讲说社论页 社论 OK 社论是什么概念 我们讲明白一点报纸一定有立场 一定有 你不要跟我说新闻应该要中立 没有这回事 所有的新闻都有一个立场 那那个立场是谁的立场 多半就是谁出钱就是谁的立场 好 我们就不会演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说报纸是完全中立的 我相信有 就有的报纸是说 我们总是不接受金主 那我们就要保持新闻独立 所以我们要是发生什么事 两边都会骂 或是各种边都会骂 我们用公平 我们用这个neutrality neutral的立场来看待事情 good for you 我替你拍拍手 可是这样的新闻媒体 多半撑不久 多半是小报 大报的话不可能 大报的话一定会没有金主 好 所以社论就是报纸 除了报导 报导新闻之外 他们的主编 编辑或者这些之类的 他们会写新闻的评论 那那个就是opinion 那个就不是报导 所以在里面 他就不是只有陈述事实 陈述事实的概念就是 一个reporting的概念就是 今天在内力什么什么街 发生一场大火 然后消防队几分钟赶到 然后但是死了几个人 然后多少人受伤 然后什么什么的 你看我讲的刚刚这些 都是一些事实有没有 我甚至连那个 我差点讲出很不幸的死了几个人 很不幸的这四个字我都没说 because I am reporting I am presenting facts 没有情感 没有任何的其他字眼在里面 然后社论可能就 社论就是 所以内力这一场大火 显现出了消防队 以及整个市政团队的无能之类的 你看这就是意见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社论 英文叫做editorial 因为报纸的编辑叫做edit edit是动词就是编辑 editor ok 随便讲总编辑也讲 总编辑叫做editor in chief ok 所以报纸的社论 是由编辑或者总编辑写出来的 应该是总编辑吧 我想谁有资格除了他之外 好不管了 如果他很忙可能可以交给别人写吧 这我就不晓得 所以报纸有社论 就是那个立场论这样子 好那社论这一页的对面 的对面 就什么 他们会工他们会把那个空间 就这个版面 让给其他的社会贤达 甚至是不是贤达的人 一般市井小民 都能够来表达一点意见 金石金子没有这玩意儿 金石金你要 你就直接在那个新闻下面留言 所以现在大家都可以表达意见 可是以前没有网路的时候 你想说点什么给人家看 报纸有可能可以给你这个空间 让你来讲话 就是留一个版面让你讲 所以你如果是个市井小民 你就写 我们称那个东西 叫letter to the editor 我们中文叫做读者投书 投书 ok letter to the editor 那要是他觉得你写的不错 文采不错 甚至论点清楚 他可能就会把你看登出来 然后就有你的名字 他甚至会打电话确认说 真的是你写的 请问你是陈富贵先生吗 我是 您最近投书了我们对不对 他投书没错 好那我们可能明天会见报 好没问题 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 因为以前我的工作 就专门写这个的 替这个政府写这个东西的 阿扁政府那时候烽火外交 写一些这个读者投书 来跟报社打笔账 他们要是报了一些台湾的东西 那有点偏颇立场或什么这些的 我们就要写个读者投书去说 你这样讲不对 懂我意思 那如果今天你是社会贤打 我是台大某个教授 所以我写去 可能就不见得是一个读者投书的 一个小小方块 因为读者投书就是小块 他可能会在这个版面上 用大一点的 然后空间多一点的方式 把我的这个很完整一点的东西 甚至可能五百字几百字的 把它看出来 那因为这个东西是在那个社论的对面 所以你看这里写 a newspaper page 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 所以它在社论的对面 devoted to personal comment feature articles etc 所以这一页是来专门贡献给个人的一些意见 甚至是一些就专栏 专栏他用feature article说得过去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op-ed piece 所以啊 总之这个ember heard 他曾经就写过这个 他与Johnny Depp的婚姻的 什么什么的一些感受 然后丢到了这个报纸里面去 然后报纸就把它看出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defamation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liable 因为这是看出来过的 可以 所以在这里面 所以在这个op-ed里面 你看 so in court over an op-ed heard wrote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in 2018 那在这个op-ed里面 she described surviving domestic violence 描述着他怎么存活下来 在这个domestic violence 就家暴中存活下来 那不过他没有提Johnny Depp的名字 without mentioningDepp by name 但谁不知道是他 拜托 难道你觉得是Elon Musk吗 Elon Musk看起来就是不会打架的人 是不是觉得有点 嫌他是个pussy 但不管了 所以这个Johnny Depp他就告他了 suing for 50 million in damages and denies ever been physically violent with heard 所以他告他5000万 50个million 5000万 in damages 然后他否认 denies ever been physically violent 他否认从来就没有跟他有自体暴力过 然后这个heard呢 他就反告他counter suing 所以sue也可以counter su 那他sue他就是成倍上去 所以他就sue他百万千万一一 OK 所以刚刚是5000万 counter suing他一一 and claims she was only ever violent with Depp in self-defense or defense of her younger sister 所以他声称 他跟他有暴力 所以she was only ever violent with Depp 所以他跟他有暴力 但纯粹是为了自卫 我自我防御自己 所以我才可能推你一下打你一圈之类的 right 或者是要保护他的妹妹 defense of her younger sister OK 好 然后总之啊 所以当这个case开始慢慢play out的时候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frenzy frenzy就大家都疯了 像一个煮沸的锅子一样 frenzy devouring sound bites 所以social media devour是什么 就把一个东西狼吞虎咽着 所以大家就狂看devour 什么是sound bites 就是像我们讲说 一个影片 他只抓了那个金钥的两句 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短短的影片 网路上给人家看 让你很好转发 那大家只需要花了几秒就把它看完 所以他的那个courtroom的那个record 可能的那个影片可能就几个小时长 你没有时间看 他抓了一点点 抓了一点点 然后就把它分享在twitter上之类的 这个我们就叫他sound bites ok 所以devouring sound bites evidence and clips of the courtroom 你看clips of the courtroom 所以这个法庭里面的这些小短影片 这样子 好那Johnny Depp花了4天来testify 其实上面好笑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 ok蛮多的 我真的也 我们不讲了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ok 好那总之 很多的celebrity都有被 被名列下来 可以当作是witness 那就是证人 那这些证人呢 他们可以被叫来干嘛 提供证词 so who could be called to testify 所以我们最后讲一个字 testify testify就提供证词 ok作证 但这个字有两个名词 testify可以有testimony 也有testimonial 那我们不看它复杂的 因为事实上我也 因为我自己做了一点功课 很多地方他们有一点interchangeable 不过 不过 通常不interchangeable的地方就是 我们讲法庭里所做出的证词 我们就叫它testimony 动词testify 名词就是testimony so my testimony is 怎样怎样 这是testimony legal term 但另外一个 这边讲的testimonial testimonial 大概讲的就通常有广告里 你跟他讲 我可以证明这个东西吃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广告 就左边右边两张照片 一张比较肥 另外一张瘦很多 我就会吃这个 然后瘦20公斤 两个月里面 that's a user testimonial ok testimonial 所以这也是 就是作证证明这样子 使用者的证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 有更精准的字词 但反正你大概就懂了 所以法庭里提供出来的 叫做testimony 然后广告里面做的这个见证 使用者见证testimonial 听懂就好了 ok 来 好像还多一个 对不起 我们再看一下 那可以太好了 所以 因为他这 接下来有整理一下 他们两个关系的timeline 好timeline 还有几个 来我们再看几个 那timeline这边有一个 所以他在2016年5月的时候 files for divorce 所以他总是肃清离婚 file就是提出这样子 但我们知道有档案的意思 所以他提出离婚 is granted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against him 所以他被给予了一个暂时的 restraining order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就是我们那个 中文讲的限制令好像就是 所以说 Johnny Dev 你不可以离他30公尺内 或什么这些的 这个就叫做restraining order 所以你不能接近谁在谁 这样子 所以restraining order 限制令 应该叫限制令 没错吧 OK 然后 然后 那再来多看一下 所以这边有一个这个句子 总之他就控诉他 During the entirety of our relationship Johnny Depp has been verbally and physically abusive to me 所以Johnny Depp 在我们这个整段关系中 他肢体上跟言语上都对我是很虐待的 He has been physically and verbally abusive to me abusive OK 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整段关系中 他当然可以说During our entire relationship 这没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 就是喜欢把话讲长一点点 所以他不用 Entire relationship 他把 entire这个形容词 变成了名词 So during the entirety of our relationship 所以这里给你看一下 Entire 可以把它变成名词 就是 entirety 也不会说这样听起来有没有比较屌 我真的觉得没有 可是 Again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把话讲长一点 听起来好像比较屌 总也一样真的 然后他又说了 他啊 他的这个 他很容易理智断线 那因为要怎么说 那个理智断线的动词 我们真的也讲过就是snap OK 所以啊 当那个人最后叫我一个 我不喜欢听到的名称之后 例如说我被人家用一个 种族歧视的方式欺负着 他最后骂了我一声chink 啊 我就爆了 我的理智又断线了 I snapped and I rushed him press him on the floor continually punch him in the face snap 断线这样子 所以他说啊 他这个 他的这个理智线很短 很容易就断线 he has a short fuse fuse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那个保险丝 融丝 所以他这个融丝啊 他短短的很容易就 就断掉这样子 大家可以理解 he has a short fuse OK 那他说这个 他常常疑神疑鬼 he is often paranoid paranoid and his temper is exceptionally scary for me 他的脾气啊 特别的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 exceptionally scary fine 然后 那最后 他后来有报警 可是警察却没有 没有干嘛呢 没有公诉他 所以police did not press charges against Depp 所以press charges against somebody 就是 对谁提告 这样子 OK 公诉也可以 但是 私人的也可以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那个 Chris Rock跟那个 Will Smith的那件事情 我就看到报导说 Chris Rock没有 press charges against Will Smith 所以press charge charge可以是提告的动词 OK 可以 so somebody is charged with something 也是可以的 但这边的press charges 其实当然动词是press就是了 好 讲到这里它可以 今天这段好像讲蛮长的 但希望你享受这个内容 那总之 就这样呗 我是Paul